在你心目中什么才是第一呢 事业第一 家庭第一 财富第一 还是感觉第一呢 欢迎来到第一会课室 我是陈坚 在这里你的故事就是我的第一 他从商界转战教育界 春风话语三十载 每个学生的才能不一样 不单是看看这个考试的绳子 他可能将来 可能是另外一个比尔街 另外一个斯蒂芬教 他热衷于领导力研究 是公司管制专家 我可以说我是香港第一个教授 在这一方面来做教研的 他多年培养商科学生 践行博雅加专业教育理念 他就是恒生管理学院校长 何顺文 何校长您好 你好 建议 您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但是在本科的时候去了美国 读的是工商管理 之后又在英国继续深造 最后是拿到是财务会计的博士 从您的教育背景来看 您应该是可以在商场 商界打斗一番的 但是为什么选择进入了学界呢 我自己走这个路 跟很多人不一样 我在香港中学毕业以后 我到企业里面工作过好几年 我已经拿到一些工作经验 但是我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 都不当时希望在企业里面工作 我对一些 比如说我们这个经济体系 对一个机构 对企业很多问题 我要自己的赏发 怎么把它改好 所以我后来发现 我要到外国去念大学 那么一步一步走下去 我发现对研究 对教学也特别有兴趣 所以有企业的关系 企业的经验 也可以留在大学做工商管理研究 也可以教学生 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最好的 何顺文在香港出生 接受了基础教育之后 留学美国和英国 取得博士学位 从1995年开始 他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进会大学 和澳门大学担任工作 2014年3月 何顺文出任 恒生管理学院校长 致力将学院打造成一所 在香港有领导地位的私立大学 何校长您从做讲师开始 做院长 做教授 做副校长 做校长 其实您的这个职业的道路 有没有规划过 怎么样说很奇怪 我从来不喜欢想找什么工作 从来没有想生子 但是每一个时候都有人找过来说 Simon 我觉得你做得很不错 我帮忙你提醒 但是每一次人家找我 我都觉得是给我一个机会 他印象我 给我一个发飞的机会 所以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 身水多少 有什么条件 我觉得最重要是 有没有这个机会来做自己的发挥 有没有一些工作 我现在这个环境 可能不是最容易可以做得到的 我开头是当教授的 没有想到当市主任院长 这个机会找到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有这个管理的兴趣 所以跑过这个路 我最重要跟年轻人说 你的老板教你工作 每一个工作都做得最好 人家慢慢看到了你 看到你的潜力 看到你的表现 那么这个机会真的多得不得了 我觉得您自身的经历 应该给年轻人有很大的启发的 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 你不那么节工尽力地去争取一些机会 但是你平时都在铺垫 在你的行业当中 在你的领域当中做到极致 但是当你没有把自己的标准 一个个目标定得那么清楚的时候 你可能内心会比较放松一些 对 Enjoy这个过程 你说得很对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 自己将来到哪里的 但是你把现在的工作做得最好 现在的工作做得开心 当有机会来的时候 你看看你可以做什么 不由单单为了名 为了力 为了更大的权利 来改变你的工作 看看你可以为教育 为其他人 为这个社会 可以做更多什么事情 你才去做一个改变 一直在公立大学服务的您 为什么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私立大学 香港的恒生管理学院的邀请 成为校长 对 这你可能知道 在香港跟很多地方不一样 真的可以达到高考 可以进大学念书的比例 现在大概就不到八分之十九 可以进到一个公立的学校 来念本课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完全不公平的 很多每年高考的学生 都达到了一个高的分数 但是因为这个香港 它公立学校的位置太小了 所以很多学校都要跑到外边去 我觉得这个对香港这个发展不好 所以你看到香港政府 在2009年又发现了 不可以单靠这个公立大学 来发展香港 我们有很多很多 所以有很多人才 政府的钱也不够 不可以再开一个公立大学 它就鼓励 有些经验班学的机构 开办一个我们叫 私立的 私立大学 自治的一个高等院校 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 我们就决定 向一个私立大学的方向来改变 恒生管理学院 是一家采用 博雅加专业教育模式的 私立专上学院 学校以博学笃行的校训 发扬中国文化中的儒商精神 商业道德 社会责任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是学校重要的教学目标 何顺文相信 恒生管理学院 完全有潜力和条件 发展成为优质的私立大学 并始终朝着这一目标 不断地努力 我们有一个信念 就是造一些平等的 不管你进来的时候 分数高低没有关系 我们相信我们的努力 可以把这个学生改变过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又相信 每个学生的才能不一样 不单是看看这个考试的绳子 他可能将来 可能是另外一个Bill Gay 另外一个Steven Jobs 跟他学校里面的高考的分数 可能没有关系的 最重要的是进来以后呢 给他信心 给他发挥他的潜力 还有他在大学里面开心 找到自己的方向 这个我们是最重要的 我也不鼓励 这个教授关起门 自己做研究 所以不光是在这个象牙塔里面 就是这个专注搞学术研究 很注重对这个学生的个性的培养 或者专业的培养 或者是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度 那么这些是不是就吸引您 去那边做校长的原因呢 这个是我最大一个心愿 就是回来香港 他们邀请我说 我发现以前的工作经验 还有一些限制 但现在办这个学校呢 他不由跟很多学校 其他学校看的 比如说每一个学校都看 这个科学很重要 看哪研究精品很重要 看排名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跟我个人的理念 都不一样的 我自己从来都不重视这个名 这个力 权 特别是办教育 最重要是我们看 怎么样培养年轻人 找到自己的将来 过这个开心的生活 我觉得给他们找一个最好的工作 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理念是很好的 我觉得这个现在社会 大家都比较推崇 但是你还是一个商业管理学院 在商业社会当中 大家怎么过得开心 然后怎么样 这个幸福 不是完全为这个收入 或者是这个挣钱而去的 有没有矛盾呢 没有 比如说在香港 一般一个大学毕业生 找工作基本上不是个什么问题 现在我们的失业率的比例很低 所以你找一个工作 身份不是很高 肯定不可以买房子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 最重要是找到自己的价值 找到自己的兴趣 还有就是你自己开心 也希望你旁边的人开心 相互的影响 咱们可以帮其他人的开心 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我这个说话跟很多人 连工商管理 找工商管理可能不一样 对对 因为这个工商管理 你企业做得好 你的盈利能力 你的这个投资回报最大化 这是最关键的 但是我看看就跟很多人不一样 最近很多企业说 事业少 就是这个良心 做一些什么齐宣 捐钱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自己的理解 您的理解是什么 我的理解是每一个企业 它对社会应该有一个责任 这个责任不是单单是 因为你有个好的心 你才做的 你不管有没有良心 你都应该有一定的责任 我自己肯定不同意 企业以股东的最大利益为主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长远 企业可以持续来发展 一个基础 所以我觉得 不管什么时候赚钱不赚钱 都要找到一个公营的方案 从院长到校长 对于教育 何顺文有何思考 我自己是一个叫工商管理教授 上学里面过去30年 我觉得找的方向 也是不是很对的 私立博雅院校 怎样为香港长远发展 增添助力 帮大陆教育 一个有不同的种类的院校 第一会课室 陈坚对话和顺文 稍后回来 欢迎来到第一会课室 我是陈坚 在这里 你的故事就是我的第一 身为恒生管理学院 学术和行政事务的最高决策人 拓展学校规模 领导学校前进 是何顺文的主要职责 他需要为学校定制 发展和管理策略 同时也要团结 全体员工的通力合作 何顺文坦言 从澳门大学的副校长 到出任恒生管理学院校长 自己乐于充当一个开荒牛 就是从澳门大学开始 就接受了新的挑战 现在回到香港 又一次崭新的挑战 我记得您仔细说过 你自己是一个 喜欢做开荒牛的人 其实为什么要接受 这样的挑战 对 这个跟个人的一些梦想 一些理念有些关联的 我觉得现在全世界 这班大学高地教育 也看到越来越 我可以说 看得太重这个科研 看得太重这个排名 规模越来越大 但是对学生这个关注 对学生怎么样带领他们 去找到一个好的思考 真的很多时候 教授没有好好地花时间 跟学生来留 教授越来越忙 你看很多大学都今天 对外对内都非常忙 所以现在我觉得 班高地教育应该有不同的 种类的元少 搭的学校很看重客人的是一种 还有一些比较看重是本科的 比较看重学生 真的以学生为主的 在香港到现在为止 我可以说真的很少很少 还有我自己是一个 叫工商管理教授 我觉得上学院里面 过去三十年 我觉得找的方向 不是很对的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从一个人 究竟为什么我们人生活 究竟经济服务什么 究竟一个幸福的社会 应该怎么样 我们从来没有机会 给学生来想 我们只教很多 知识 西方的理论 没有真的给他 停下来想一想 我们追求是什么 除了经济以外 一个社会应该有什么 我们有追求的 我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 他们虽然都说 我要买房子 我要想去流动 但其实上他们现在看 跟我们也不一样 他对整个世界的了解 关注 对一些理念的追求 可能上一代也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应该 我们好好的 比如说当教育的 真的要开放他们的心灵 看放他们的思想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杂人 去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这个改变 肯定不是刚谈的 你要好好的学习 比如说我们教 我们这个教育的方向 我们叫剥牙 剥牙 加专业 就是你专业这个 也不可以放清 所以它的学学的水平 这样的教育就很重要 但是剥牙方面 就是你有开放 自己的思想 对 还有我们看得很重 在衡生管理学院里边 我们其中一个很清楚的 就是我们叫人人的关怀 就是你把自己的学到的 怎么样去关注人家 帮忙人家 这个我觉得 现在是很多学生 都没有去推动学生来想 所以自己开心 也希望人家开心 整个社会 怎么样找这个幸福的路 多年来 为了寻求一条幸福的路 何顺文在香港设立和推广 企业管制课程 推动企业管制文化 以及相关教育工作 他在公司管制和家族企业的 研究工作 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更获得了多项奖项 除了您自己本身在教育上 学术上做的这个努力研究之外 你也会有很多的公职 在香港也创立了首个 企业管制中心 对 就为什么会要做这样子的机构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你刚才提这个公司机理也好 要教企业管制也好 是我自己的最重要一个 教学研究的方向 对 我可以说我是香港第一个教授 在这一方面来做这个教研的 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对现在西方这种 自由经济体系 我觉得很多问题 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当 企业的高层 特别是董事 我觉得他们的责任 不单是为了股东 也为了刚才提的 很多职分子 整个社会 都有一个责任 现在很多人对公司机理这个概念 还是不完整 很多我可以说是错误的观念 比如说当一个独立董事 在香港也好 在内地也好 还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就是独立董事最重要是为了少股东的利益 我觉得这个是不精确的一个看法 独立董事他肯定不单是为了单一个团体来 全体来说的 他为了社会里边不同的一个群体 他对一个杂人来平行他们中间这个利益 所以我现在到外边很多时候做演讲 对于教学 我都希望可以做一些改变 现在内地也非常的推崇 但是从西方也好 香港也好 或者是内地也好 法律法治不一样 人文环境也不一样 你觉得在这个企业的这个治理方面 管制方面 彼此之间有什么可借鉴的吗 我觉得现在内地经济发展非常快 你看这个股市发展非常快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走西方统一 走过这个道路 比如说西方经济社会里边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发行这个 我们叫英文叫share option 叫股权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上这个管理层发这个股权 它肯定 它的时间 它的精力 不是放在这个发展 你的产品 专业 你的服务 每天都一想 怎么样把股价来推上去 我自己现在都外边去开一个亏力的时候 都叫很多企业去想一想 究竟发这个股权给这个管理层 是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来鼓励他们最大的表现 最大的努力 现在发生这个负面的作用越来越大 所以那些我希望要非常小心 不要重复这个以前西方国家走过这个道路 还有如果你用这个股权来激励这个管理人员 你可以发现最高层的人生水跟最低层生水 这个距离 现在有一个统计 可以达到差不多100倍的这个分别 这个肯定不是我们看到 希望看到这个现象 还有就是你股权越多 肯定股价神星你什么努力不用 不用工作 每天去跑怎么样把这个公司的销售来炒卖 一个企业永远不可以单靠这个外部的基金 外部的股市的市场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围到企业 自己本身 自己的技术 对不同的持分者 它的这个中间的利益怎么能分配 怎么能分配这个利益 其实上就是这个公司机理 最重要一个要处理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是内地很奇怪 就是你看这个公司法 这个股很多这个经商会 它的法规是全世界最多最完整的 但是真的这个基礼的文化 我觉得不是当时的制度的发迹 还有这个内部的这个文化 我觉得这个还有段时间来做好 如果这个条例很严 你不去执行形同虚设 比没有还不好可能 对吧 这个从人的技术 人的这个教育来开始 我们不要做 现在我们担心 现在内地整个大学的教育 越来越大又快 全世界的博士的数量是最多的 真的对于本科生 怎么样培养他们的价值观 我觉得这个做得很不够 作为博雅教育的提倡者 何顺文通过广泛的写作和演说 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观 以迎接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未来 他相信一个真正的世界级的领导者 应该具有为大众利益服务的承诺 并利用个人的价值观 令社会做出改变 而领导价值的转化 可以通过博雅教育模式来实现 我是很认同您这个观点 但是我觉得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对啊 很定型 我跟你说 我自己 我家庭也是非常普通的 我妈妈从来没有上课 我爸爸小学都没有练完 我自己去美国练大学 对自己赚钱 在沙原里边打工 是 我最高峰的时候有三分工 这个兼职 所以我们碰的困难 不会少的 中间很多很多问题 都是自己去想办法来解决 我们走过这个道路 也知道中间真的很多很多障碍 很多困难 对 我们年轻现在也一样 不许你想什么明天就可以拿到 都要自己去争取 自己努力 当你遇上了困难的时候 不要弃略 不要放弃 我们可以鼓励他们 我们可以关心他们 现在最重要的是很多年轻人 他没有人真的去跟他谈 交流 没有交流 没有跟他真的理解他的想法 是 最重要是如果有一个老师 有一个他的家人 很平静地坐下来 好像一个朋友来交谈 告诉他 你这个经验我们要跑过 我们知道 是不容易的 但是有什么大不了 明天起来 又是另外一个开始 崭新的一天 也是另外一个开始 最重要我们是一个 清楚地对积极 对世界有一个精确的 一个家机关 虽然现在很多人 对他们有很大压力 家人希望他们念什么课 毕业后找什么工作 是什么行业 这个都是你自己可以来调整的 对您来说 你怎么会去跟他们 像朋友似的这样的一个交谈 能够认同既要努力 但不要苛求 我举个例子 我以前有一个大学里边的学生 当时候十多年前 上学里边每一个毕业生 都去说我要找Big Four的工作 就是世大事务所的工作 另外去去什么I Bank 这个时候非常流行的 对 但是有一学生跟我说 我真的不喜欢当金融的工作 我不喜欢整天的事务所工作 我比较喜欢创新的 是 后来他说他又到一个港高公司 当一个copywriter 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时候你到Big Four去I Bank 赚钱肯定被你留在一个小的港高公司 你当copywriter 是 赚很多的钱 但是他跟我说 这个是我最要兴趣的工作 对 我不管赚多少钱 后来他留在这个工作 二十多年 从来没有改变 他说这个是我最开心的工作 是 但是后来你发现过了二十年以后 他赚的钱 肯定不会比一个在I Bank 一个工作的人 这个钱少 所以他最重要是 他记录自己就要兴趣什么 是 他不管家长怎么样看 其他同学怎么样看 假如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是 哪怕你一开始去做了一个 并不起眼的一个工作 但是你热爱这份事业 你用120%的努力 或者用心去做 可能十年之后 比那些在投行 在四大行工作的人 有更好的一个成就 对 还有自己做得很开心 是 这个很重要 谢谢何小学 谢谢 谢谢你 从教书育人到担任校长 多年来 何顺文以博雅教育 加专业培养的理念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 成为具有人文情怀的专才 经济学出身的他 并不追求短线的名利 而是希望用一己之力回馈社会 从一份理想的事业当中 得到让世界更加美好的满足感 何顺文的理念 或许能够影响到更多人 寻找到蕴藏在生活中的真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